全意相同 戒律学不成功 你没有根 根是什么呢 根是孝亲孙子 孝养父母奉思思达 这个是戒律的根 如果没有这两个根 戒律 你学的都是表面的 表面的样子 实质上你得不到 由此刻去 戒律多困难 那我还有单一点点边缘 对孝顺父母 尊重思达 我还能做到 我在 三个老师 方总的先生 为什么他特别给我看护 他不让我到学校去旁听 那是我对老师的尊重 公敬 他看出来 只要是孝群尊思 这个人可以教 能教得好 他肯学老师 不会放弃的 如果没有孝顺父母 没有尊重老师 那听过旁听就可以了 用不着单独的教 这个道理要懂 那我跟古人比 跟我上一代的比 我不计根 我的孝顺 大概只可以打三十分 我自己给自己打分数 古人要有七八十分 才能成就 我只能有三十分 我只能有三十分 为什么老师看着我 现在没人看 现在学校的学生 大概只有三分 那我三十分比他强多了 所以老师会看着我 要跟他那一代的标准 我不及格了 我自己很清楚 所以 对老师的贡献 老师能看得出来 这是真正有孝敬 这个人可以造就 可以学习 这是老师取学生的标准 我们这样点点光 那么现在我们再去找别人 找不到第二个 我在国外弘扬佛法 语言很殊胜 但是很辛苦 就一个人 孤家寡人一个 每一次回到台湾 我就看李老师 我都向老师请求 希望老师多奔养几个学生 我们有同学 互相协助 我讲了十几遍 老师挺厌烦的 最后一次老师说 你一替我找学生 我来教 我以后再不敢讲话 我找不到 到哪里去找我 太难太难了 没有根基的人 纵然学会了 敌不过烦恼的诱惑 才是名利 你能否想 多少人中途遍及 被私叛道 不 什么原因 不能怪他 他没有擦根 他没有受过擦根教 烦恼吸气 怎么能抵得过